欢迎光临IED的技术库 今天您会看到很多MyTag通讯集团旗下的IED的产品 这些产品让IED成为全球针对交通设施的音频与视频通讯系统的领导者 1978年IED踏上成为通讯系统领导者的旅程 IED的总部设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 IED通讯系统目前遍布全球467个机场 中转站、工业设施、会议中心、体育场馆以及医疗和军用设施 1978年哈迪·马丁、雷·艾伦、鲍伯·庞透 艾瓦尔·康森成立了设计公司IED 1981年IED设计出第一个产品 7510A自动麦克风混音器 这种麦克风混音器具有可编程控制音量的功能 可以根据需要自动加减麦克风的音量 从而省去了控音人员的工作 它在1982年进行了产品更新 被会议室的应用增加了更多独特的功能 1982年IED开始设计和制造自己的产品 第一个产品是500ACS广播控制系统 这是在行业中第一个由电脑控制的音响系统 在500ACS的第一个语言形中 最早采用的汇编语言代码是大型的STARPLEX设计系统 1984年其他产品 例如视频延迟系统和516SWITCH MATRIX 分别从500ACS演变发展出来 IED的第一个广告只是很简单的黑白广告 之后慢慢地演变成更丰富多彩的广告 现在您看到的是IED的第一个参考文件夹 接下来您会看到1984年时的500ACS系统 所有的航班广播和旅客服务广播 都有多国语言资料库 目前有美式英语、英式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中文、日语、荷兰语、俄罗斯语和克里奥尔语 所有语言资料库都由母语人士录音 纵观IED的历史 美国专利局为IED的许多创新作品颁发了专利 这些专利都是通讯行业里创新的电子设计 现在与未来 IED的电子设计系统都会是全球通讯行业里的领导者 IED的另一个产品 6000功率放大系统 于1986年问世 它具有200瓦的功率 即行小巧 而且可以计价互惯 这个产品的第一个应用是在80年代后期 沃尔特迪斯尼世界米奇的50岁生育的列车上 此外 在1984年研发的IED5000音频处理系统 是IED电脑控制音响系统的关键部分 现在您看到的是1984年至1996年间的IED广播站 这期间广播站的体积 技术和耐用性一直不断地在进步 许多广播站一直沿用至今 接下来您会看到于1981年设计的IED DRP 数码录音播放系统 这个系统首次安装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港机场 并且是行业里第一个能够以数字方式顺序录制和播放广播的系统 您可能会注意到该系统原型的框架 是一个普通的文件柜 现在已做出完美改善 之后您会看到第一台和IED500ACS 以及其他IED系统一起使用的电脑 索尼SMC70 它被使用在大维恩中心 印第安纳玻利斯会展中心 印第安纳州远顶场馆 接下来您会看到设计于1984年的IED 4000自动麦克风混音器 这是从之前看到的7510A自动混音器发展出来的 它的更新级版本 IED 4400EQ自动混音器 设计于1992年 它的体积更小 而且具有独一无二的独特功能 1987年 IED推出了540系统 这是第一款使用软件控制的多通道环境噪声分析系统 接下来您看到的是1990年设计的新产品 IED 2000 UD APS 万用数位音频处理系统 该产品是行业里最早以及最高效的音频处理系统之一 它首次被安装在迪斯尼世界的海豚酒店 接下来您会看到音频监控系统与它丰富多彩的平面触摸按影 这是IED专门为承包商设计的 于1994年安装在百事达影像店 在1994年设计的IED 8000是一个小到中等平台的音频与视频广播控制系统 它于1994年首次被安装在迪斯尼景点 1995年 IED 8000还被安装在纽约市地铁系统 目前纽约市地铁采用了160个IED 8000系统 该系统提供了灵活性 适用于广泛的广播管理、信息、信号安排以及处理、控制和监督 所有的配置都在一个单一的设备完成 1996年,IED推出了第一个以太网络广播系统 和第一个集成的音频、视频广播系统VIS 安装在堪萨斯城的国际机场 2000年,另一个行业内第一的产品是IED 3200数字处理系统 它的黑盒子的做法领导了一种全新的音频处理技术 现在仍被许多音响行业里的设计师所使用 2003年在利湖I机场 IED使用了第一个综合性机场广播、航班和闸口信息显示系统 Lancom学校通讯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网络学校通讯系统 它集成了现代化教室所需要的一切先进功能 IED于2003年开发的Lancom系统首次于2004年安装在帕萨迪纳学校系统 以及一些大洛杉矶地区的学校 2010年,Lancom学校通讯系统经过重新设计 采用了应用在Globalcom上的IED专有网络中心的技术 2004年,IED推出了第一个以网络CobraNet为基础的麦克风广播系统 使用在美国肯塔西州路易斯维尔市国际机场 自2005年以来 美国国会山庄设有IED的安全广播、紧急和疏散系统 IED是联邦政府的政府大楼最完美的选择 2006年,IED推出了第一个网络数字信号处理 模块式公放系统,被称为泰坦系列 2007年,IED推出了第一个全数字化广播系统 从广播站到公放系统全部网络化 安装在加拿大西斯科社省哈利法克斯市 2011年,IED自豪地宣布另一项业界第一 新一代IED技术Global.com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IED ACS广播控制系统 在这30年的演变中,令人难以置信地进步 1982年的全模拟广播控制系统 超过6英尺高,有128个输入、128个输出和270个连接 2007年的全数字广播系统 只有不到上一代产品体积的一半大小 有160个输入、192个输出、只有8个连接 而现在,2011年,全网络化的Global.com广播控制系统 具有240个输入、成千上万的输出 小于2英寸高,只有2个连接 您刚刚见证了IED如何在过去的30年内 一直保持通讯系统领导者的地位 随着Global.com的推出 更巩固了IED在通讯系统领域里领导者的地位 那么,是什么让IED成为领导者呢? 是创新 IED的创新技术一直都是业界第一 是整合 IED是唯一一家可以集成完整的音频与视频系统的生产商 不需要第三方的硬件或软件支持 是可靠性 IED的系统在业界中拥有最高的可靠性 是服务 IED提供一年52个星期 每星期七天,每天24小时的服务 未有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而且提供升级选项 IED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的领导者 各位,我要代表MyTech通讯集团旗下的IED 谢谢大家 Thank you Thank you Danku sehr Danku Merci Merci Ko Arigatou gozaimasu Pasibu Sushu Kamasaamida Gracias Thank you Are you O O